HELLO,大家好,我是Fair Up 今天就终于跟大家说回 我觉得2020年一些比较合理入手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生非知 那你讲话就打打你卡 大家可能听得辛苦些 其实因为2020年,但我试到的鞋真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有几款鞋都比较突出 我觉得2020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试得不太足 所以我不可以说2020年的球鞋牌位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有几对比较优秀少少 值得推荐多少少 很多人可能会 你会见到都会放了预税十三做他的头牌 但是问题就是本身入手难 整个价格也比较贵 所以就这一集你不会见到预税十三了 第一队球鞋就是准者的子哥 我想这队大家会比较惊奇一点 因为在任何一个视频都没有说过这队鞋 而也没有说他有什么优秀的地方 但是他选了这队为今年其中一队 比较优秀的蓝球鞋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Don Isu 你看到很多视频都是Don Isu Kairi S2都会入选 为什么我会不是选那两队而选了子哥呢 因为第一件事就是他都是属于后卫鞋 亦都是地板流的球� 虽然他有全个Pedbix的阵 但是他的court feel 都是非常之良好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适合后卫着的球� 二来他的重心也不会因为他用了全掌 Fulllane的缓震之后 令到重心非常之高 他的重心相对于一对Fulllane的球鞋来说 亦都比较低 他不会比其他两款 可能Don Isu S2的重心为之高了 令到你的行动力就低了 加上Tractions 其实我觉得在球场上 就算是在室外场上试到 当然可能是一对Fulllane的球鞋 但是他的court feel 都是非常之良好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适合后卫着的球鞋 二来他的重心也不会因为 他用了全掌Fulllane的缓震之后 令到重心非常之高 他的重心相对于一对Fulllane的球鞋来说 亦都比较低 他不会比其他两款 可能Don Isu S2的重心为之高了 令到你的行动力就低了 加上Tractions 其实我觉得在球场上 就算在室外场上试到 也是OK的 当然可能在Demobility方面 就没有另外两对那么好 但其实如果另外两对是Translucent Rubber的话 我觉得相差都不会太远 而在大家很接近的价钱的定位 情况下 他居然有一块有断造造型的碳板 这一点就非常之惊奇了 这一块碳板 亦都令到整个动力 再加上触感上的存底 非常之良好 这一个配置 加上这个价钱 根本是其他 如果大家在入榜的球鞋上面 是没有办法对抗的 因为他只有500元左右的球鞋 但是你想想其他Don Isu 和Kairi 都不是这个价钱的了 如果你纯粹以价钱 加上这个鞋底的中底的设定 根本就没有 就是他们另外两对就不是对手的 所以就好看Depend上 另外一个地方了 Don Isu的问题就是什么 但是鞋面是比较夹少少的 Kairi 那个鞋面就好些 但是这个整体来说 这个网面来说 拉力也是足够的 鞋侧边的位置 因为他这个下面 也都包了一个很大型的TPU 这个位置的外側的拉力也是足够的 所以加上这个网面也不会很担心 这鞋整体来说 也不会比另外两对鞋位置厂 就是纯粹你说 在一个清凉化 地面感 和鞋身的整体的support lockdown 都是ok的 除了这个位置可能都是开得低一点 但是你穿这个鞋 一定比坊间的人穿 其他鞋比较特别 因为没人穿的 纯粹在个性方面 性价比方面 再加上性能方面 综合评分 他都是比现在很多在坊间朋友 你看到大家视频入榜的 都为之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零类少要推介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都可以试一下的 球鞋 来到第二对我想推介给大家的朋友 就是KD-13 KD-13本身就承计了KD-12的高性能 当然我的鞋比较脏少少 已经打了一轮波 但是呢 其实整体来说 TRAPS的cruising 和support lockdown 都是属于挺高阶的级数 因为它除了重心是比较高少少 它本身是叫做两层zoom 前掌一个旁边的zoom back 再加一个fulling zoom 整体来说 它的行动力是不是都很差呢 又不是的 即是它是会相对重心高少少 但是它的行动力整体都是非常之好的 鞋底虽然改了一个圆形波波的TRAPSON 和上一队有挺不同的造型 但是so far来说 试到它都ok的 TRAPSON是不错的 也都维持了一个挺好的表现 再加上呢 鞋身的鞋面 都比较轻少少 和透气度都不太差的情况下 这对鞋的实战性都非常之高 最大的改良就是 它的鞋尼的部分 就没有再用上代的圆巫跟布 就热到highhigh 这一点就是它是KD系列 12-13最大的进化 房租方面都是ok的 不太差的 整体来说你都不会打得翻车的 而整体物料都是ok premium 不会说有些特艺的东西 古怪的东西 就是它没有做多给你 亦都是非常之倾向实战性的球鞋 所以如果你问来一个小前锋 即是一字仔一字四毫位的人 穿这鞋 其实你都不会有什么闪失的 你都不会有什么错的 只是价格问题 整体来说 KD13 你现在很多时候 入手都是有很多减价的情况 纯粹以价位 对实战性来说 它是否值得玩呢 我觉得也是值得玩的 就算你看KD现在服出多厉害 整对鞋来说 在去年的整体水平 KD13 是属于非常之高水平 以及实战性非常高的球鞋 所以成为了 飞合推介的第二名 这个就比较适合小前锋 即是一些Wing 去穿的球� 多一点 来到去年推荐的第一位 我就会选了 AXS 和NoVac Search 这个也是很多不同的视频里面 亦都会出现的球� 为什么我会排到它这么前呢 因为作为AXS的 Gelhoop和Gelbersa的另一个系列 其实很多人都会选了Gelbersa Gelhoop做一个比较适合的适合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一对作为AXS的顶级蓝球鞋 它做的东西是比其他两对多的 尤其是缓震方面 因为AXS的蓝球� 地板流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缓震方面就比较差 这一对就会适合给一些大体重 例如你打中锋 大前锋 那些位置 就是Power Forward的位置 那些人穿 都非常之适合 就算你是控胃 你穿了会不会非常不适 都未至于 但是当然 发挥的性能方面 就会发挥得这么好 整体来说 它的缓震是比 令兄弟姐妹的位置高很多 但是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AXS的球鞋 你会觉得自己的中线是非常之好 就是HOLD你穿的非常之好 所以你打球的时候 如果你穿这一款 其实我觉得你咬踩机会比较低 因为我会觉得你垂直落地的感觉 是比其他球鞋做得好一点 所以这一点 如果你是大体重的人 就会觉得非常之重要 再加上 其实它整体的网面的设计 虽然都是用回Mesh面 但是它的包裹整体都没有大毛病 就是叫它包得实实 穿得都挺舒服 除了开头 可能会有一些异物感的 在有一些位置 可能不同的脚 不同的脚型 会有一些少少 但是当你打开了一会 整个异物感就会完全消失 中筒到中筒的设计 对脚硬的保护也都做得非常之到位 后握的部分也是非常之硬正的 虽然没有一个明显的TPU 你会见到 但实际里面已经做了东西 非常之硬正的 你不需要担心鞋的结构问题 而整体来说 Traction 方面 虽然我觉得就没有 可能没有这个GEL HOPE那么好 很有趣的 但是这一对Traction 都是一如以往 继承了AXS的Bike AXS的Bike AXS的Bike是特别强劲的 再加上 拥木后鞋的膠的物料感觉 它有些长点是特别夸张的Bike AXS的Bike 就不用怀疑了 我觉得整体来说 很多Court 你都会觉得比其他鞋好 这个会令到一大优势 整体来说 这一款就相对不太耐用了 你不会说是非常耐用的 这款的设计 鞋底的Traction 防侧的位置 各方面的包裹都做得非常到位 如果一年只可以买一对球鞋 去年来说 我觉得这一对 就应该会是深水之损 因为我不是觉得KD 紫光也不好 但那些是特定的人需要 就为之多些 这一对呢 其实你会觉得非常全面 就是会 是稳打稳窄 你不会说有什么出错的 穿上去 其实最多就是觉得 你可能会某些方面 没有另外一些 perform得那么好 它整体来说 平均性 各方面的物料 保护性 缓震 都是做得几度位 这一对鞋 我觉得如果你说 真的要一对到底 打到下去尾 这一对都会是一个推介 再加上如果你是大体重 都是会另一种推介 因为大体重 最大的问题 就是落地的问题 如果你说 纯粹缓震钩 射洗力 已经够好 其实有时候都不足够 你反正缓震钩 落地的时候 只要有点偏差 令到脚有点偏差 其实你大体重 就好容易摇摇 这一个也是为了一个 很适合一个大体重的人 你觉得一个缓震 虽然整体的感觉上 你觉得吸震能力 没有那些很多 就是不同的 纜维扇那些那么好 但是 它落地的时候 就是因为鞋底的变形程度低 亦都会保障你的双脚 其实实际上 咬柴的风险 亦都低了 那这个就是比较 在蓝球鞋来说 比较少见一点 和少有一点 这个很 depend 上支撑 整体它保持到形状 的问题 那这个 我觉得 就提升了一点 是另一个层次 做得到这件事 本年度 深水推介 就是上述三款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选一款 就是你什么人都要选 我觉得Low Vest Search 就会有去年的推荐 当然 我觉得22 是推荐得不太全 一年 因为试鞋总 类人不多 试的时间也不够多 也不够坊间 那些人可能不够 在无间断地 可以不停地试鞋 因为他们的球场 开的时间比我们多 所以 他们试到的东西也比我多 那这一点 可能要希望 今年呢 其实也没什么希望了 我会觉得 这一点可以留意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大家的比较 不过我认为大家很多时候 你看到各个球亭之间的 心水 都不是真的差那么远 大家试出来的效果 大概都知道 是怎样的 你可以大家互相参考一下 你自己觉得有些特点 是特别适合你的 那你就选回那一队 我純粹觉得 除了大纜本 是子哥之外 其他都是一些很正路的东西 再加上 预税十四都出了 那你说你真的要等预税十四 等预税十四 而到时 入手的Solo Group Bar 也是非常难的 所以就算他多好也好 他的肌肉额色行销 都某程度更差 所以这个 买到李宁的能力 都不是那么容易 Anyway 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到大家 看回去年的球鞋 会不会现在特价 可以买得到 亦都可以 做回今年的 一个 叫做常臂的球鞋 那今天就到 如果大家有问题 下面留言 subscribe 分享 channel 昨晚还可以上伯 上个资讯 拜拜